也就是说你可以不用表单 因为你做一个表单其实也还蛮麻烦的 假如说你只是需要简单输入一些东西 输入完之后 他会自动帮你放到你指定的储存格的话 那你可以用刚刚讲的Input Box 这个非常简单 就Input Box 刮虎什么讯息 他就会提供使用者输入完 自动把那个讯息丢到你指定 刚好我们的是存款金额就放在B1 所以你就打一个Range B1 等于Input Box 什么东西 他将来就会帮你把那个 使用者输入东西输入进去 再来你就可以跑后面的东西 所以用VBA你可以把这个部分做出来 按下他 他会跳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Input Box 你可以输入一个金额 他会自动帮你输入到 你要指定的储存格 那程式的撰写我们来看 基本上 这个将来如果你不做表单 基本上当然你可以做个表单 再输入的话 那如果你希望简单一点 你可以用Input Box 特别说这个就是Input Box 然后后面的话加上什么 请输入存款金额 他就会跳出一个视窗 那你输入完一个金额之后的话 他会自动帮你丢到这个Range B1 也就指的是这个储存格 帮你丢过去就对了 那再来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把这个范围给跑完 那我的 蓝跟列 特别注意 你可以蓝跟列颠倒 或者是 这个其实没有 没有说一定要先蓝再列 或者先列再蓝 那比如说我们用原来的 方法 第1个For I 等于 第几列 从第4列 到 这个最下面一列 那我的撰写方法就是 第4 到Range A4 比如说游标放这边 Ctrl向下 就可以追踪到 它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这个前面都讲过 那 追踪到最左蓝 第2蓝 假设我从第2蓝 到 最右边那一蓝 因为我的蓝将来会变动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游标放在 也许在 B3的这个位置 B3的位置 Ctrl向右 可以抓到 K蓝 不过它返航给我的 会是 一个数字 不是一个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怎么样 可以自动侦测到 你可以用什么 一样 观念上差不多 就是刚刚是 点end 这个其实一般就这样 点 这个 最尽头 这个范围的最尽头 刮虎 它会出现上下左右 那上面那个 我们之前用过 这个好像比较少用 to write 回来的东西是哪一蓝 点 记得不是roll 是column 所以你这边打一个column C-O-L-U-N-N 这样的话呢 回来就会是第11蓝 OK 第2到第11蓝 然后输出的范围 就是Sales I-J 这个前面又蛮多 那我的公式 刚刚的公式是这个 要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range 的话 我想慢慢你们也要学习 公式 如何转成VBA 它有固定的做法 什么做法 第1个 如果 这个地方 就是说呢 它如果两个都锁起来的话 那通常我会用range 如果 两边都锁 因为两边都锁的话呢 基本上 它的位置是固定的 那我就用range 因为range就固定在那个地方 可是呢 如果它是锁单边的话 比如说这个是A锁起来的话 特别注意喔 A或者是说3锁起来 那我就会用Sales 为什么 因为Sales 它的好处就可以变动 它可以变动 OK 那所以呢 我后面的公式一样 乘上 刮弧 1加上 这个A4的话 我写成这样 因为Sales是先列 再蓝 如果说呢 有锁起来的地方 请记住 把它用固定的 没有锁的地方 如果是列 那就用I 如果是蓝的位置 那就用J 有没有 所以你慢慢可以体会一下 以后反正就用这样的方式 去 转换 公式 如何转成 那个VBA的一个过程 这个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话 以后呢 做任何事情 你只要公式做出来 你可以放旁边 照着打 应该可以打得出来 做出来应该没问题 OK 那这个是 VBA部分 那再跑一个NAS 就 这个回去就做完 清除 我想应该没问题 清除的话 直接把它 这个后面的东西 把它清掉 给它一个空置串 就可以清除 那最后的话就是年的变动 比如说年 我这边的话 年的部分 就是执行 它会跳出几年 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这边做这个 请输入存款金额